请大家合掌跟我念 愿即呵斥令消除 无论直觉与见解 愿现利乐与慈母 如母有情诸苦患 我愿暗中自取受 愿此一切我所行 不为八法念够然 以知诸法如荒字 无子离父而泄脱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南无无佐菩萨四亲菩萨 南无无佐菩萨四亲菩萨 南无大唐三藏玄藏法师 南无大唐三藏玄藏法师 好了 诸位善知识 首先请大家发起无上的菩提心来文法 今天是我们八十规矩宋的学习 圆满的一讲 昨天下午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七十识的第一个 带字有富通勤本 谁缘子我量为非 八大变形别尽会 贪吃我见慢香水 那么呢 这个祭宋啊就包括了四个主题 讲第七 没落实 他所原理 敬是真待致敬 那么 他的那个三性中间的性别呢 是属于有富无际性 三量之中 他属于非量 然后呢 与他相应的新所法呢 有十八个 我们再看第二个祭宋 很省失良 我相随 友情日夜正昏迷 四货八大相应起 六转呼为染静一 这四句呢 这四句呢就包括了三个内容 也就是 第七 没落实 他的形象 夜用和坐一 形象来说是 狠省失良 我相随 第八十 阿赖一死啊 名为 藏死 根本死 第七 没落实呢 也名为 也名为 私良死 第六 一 实呢 他名为了别死 这都是从他们的特质上面来立名的 第七 没落实呢 他主要的是私良 很省私良 没落 没落实呢 又名为私良死 以私良 为形象 恒省私良啊 恒是恒实不断 省呢 是决定不获 那私良呢 是五个变形 新手法里面的 私 和别境 新手法里面的会 合合起来呢 而形成的 那么第八十 是恒而不省 第六十呢 是省而不恒 前五十呢 是非恒 非省 唯有第七 莫落实呢 他是 既恒 又省 一切实呢 他都会要 执着 第八 阿赖耶实的建分 认为那个就是我 第七十呢 建分执取 第八十的建分 为自己的相分 一味的执取 我相 从不战舍 所以名为 恒省私良 我相随 一味的执取 我相 从不战舍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 生死轮回的 根本的原因了 第七 莫落实呢 他是导致到 我们有自私自利心呢 第一个 罪魁祸首啊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业用就是 有情 日夜 正昏迷 第七十 虽然他只是简单的 一味执着于 有我 但是呢 对友情的影响 非常大 使友情日夜 永久地在昏迷之中 在六道生死轮回之中 长久地漂泊 因为一切众生呢 都各有八十啊 各已 莫落实呢 执着于自我 就有了 我相 有了我相 就会有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莫落实 执着于有我 就有我见 然后呢 就会产生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为了自我的生存享受 就会贪得无厌 其种种的烦恼 受无量的痛苦 美国有一个 生理学家呢 叫做爱尔玛 他就研究啊 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呢 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 他做了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试验 就是呢 收集人 在不同的情绪下呢 他呼出来的气体 将这种气体啊 融入到冰水里面 然后他就发现呢 心平气和的人呢 呼出来的气呢 变成水呢 就是澄清 透明的 没有杂质的 悲痛的时候呢 水中间就有白色的沉淀 生气的时候呢 就会有紫色的沉淀 然后将这种 生气时候的 这种汽水呢 注射到那个 大白鼠 升上去 做实验的话呢 几分钟以后啊 这个大白鼠就死掉了 所以 对人体的伤害呢 可见是非常大 而且呢 会熏悉我们 恶底 中子 第三个那种就是 坐一 第七 木洛时 他能够作为前六转时的 染进一 维斯学上啊 把第八阿赖耶时 作为根本时 那么 前七时呢 就通称为转时 称为七转时 因为前七时呢 都是 第八阿赖耶时 所 转变 生气的 前七时之间 他彼此之间呢 又有 相生为一的关系 比方说 第六一时 他会以第七呢 莫洛时呢 为一 作为依靠 那么 第六一时呢 他以第七时 莫洛时为一 第六一时呢 才得以生起来 所以呢 前六时 对于莫洛时而言 他就称为六转时 同样的呢 前五时 他也以第六一时为一 那么 这个是讲作一 还有呢 就是四或八大相应起 六转呼为染进一 四或八大相应起啊 那么 因为莫洛时呢 他与四根本 烦恼心索 我贪 我吃 我贱 我卖 以及呢 昏尘吊举等等 八大 谁烦恼呢 相应而起 所以 前六转时 虽然是修善法 但是由于第七时 指我的关系呢 也就成了 有路的善 有时候我们的意思啊 我们想着 我们要修善法 但是为什么 清净不了呢 因为 他的根远没有尽啊 一根是莫洛时啊 他是指我的啊 是染污的啊 所以变成呢 我们想修一切善法呢 他都会变成有路的善 第七莫洛时 如果转为清净的话呢 前六 前六时 所作的善法呢 也就能够成为 五漏善法 所以说 六转呼为染进一 前六转时 将第七时呢 作为染进一 第七时清净了 那么前六转时 也就清净了 那我们看到这里面 就会明白了 人心力 自私自利啊 社会的各种丑恶的现象呢 根本的原因 其实都是因为 第七时 执着有我 在呢 作怪养 有一些人呢 他思想很简单 是个唯物论者啊 他就认为说 只要衣食住呢 丰富了以后呢 就能够解决人生 你痛苦啊 就会天下太平啊 这个是不懂得 人生真相的人呢 如果说物质享受很丰富 人就会幸福的话 你看原来那个报道上面说 香港那个歌星啊 张国荣啊 从上海那个几十岁高的楼上面跳下来 他物质生活很丰富了 为什么还会自杀呢 所以说 不是说外在的环境啊 好了 人就幸福了 不是那种唯物论呢 只有摆平我们的内心 才能够真正的呢 才能够真正的呢 安详 才能够天下太平 所以我们要能够断除事祸 这个是修行的根本 我贪我吃我贱我卖 这个事根本 男老啊 他一直会在我们内心里面做怪 我贪呢 就是私心 私心是我们执着于自己所拥有的 沉迷在自己的成就之中 而沾沾自喜 而且呢 这种我贪呢 这种私心呢 他还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身份认同 我认为说 如果我有成就 我事业很好 我住的房子呢 也是非常高档 然后呢 我以这个呢 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 这样子呢 还是争议我们的我质啊 所以呢 其实 世间人呢 他有这个我质的话呢 他的那种所谓的快乐呢 其实都是以他自己的某种需求 作为一个前提 比方说 有朋友自远方来 不义岳父 不义岳父 有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 我觉得很快乐啊 但是前提是什么 我好 我好久以前了 我就很渴望 很希望跟他见面了 然后见面的时候呢 我才会觉得很快乐啊 如果是你的仇人出现在你面前 那就不是不是那个 有朋之远方来 不义岳父了 而是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了 你看 同样是一个人出现在你面前 那这个心态呢 是不相同的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种成见在 这种成见是什么作怪呢 我直习气呀 那么可见呢 世间的所谓的快乐呢 都是虚幻不实的 本质上呢 都是苦的呀 所以要能够断除我贪 安徽那个同城呢 有一个六尺像 是讲清朝时候 有一个同城出了一个宰相 张商英 那么他在金寺里面做光 里画了旁边的邻居啊 建房子呢 就站过来他家里面的一点地 那这个广家就很生气啊 就写一封信呢 到金寺里面去告状了 张商英就回一封信 就是四句话 万里修书子为强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有在 不见当眼秦始皇 那不需要去占那个心外的空间呢 心念要广大呀 那这个广家就很惭愧了 就马上呢就真理 退后三尺 对方呢 知道这个原委以后呢 也就有起惭愧性 也呢往后退三尺 就形成一个六尺像 所以呢 要能够断 我贪 不要有贪秤的分别呀 要敢于承担 要按你当下所做的事 不要呢 只选择那个你所 喜欢做的事情去做 那样子呢 就会有分别性 就会有烦恼产生了 然后是断 我吃 我吃就是没有智慧 不能够主宰 生命啊 没有智慧的人 他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呢 而活得很困扰 修行人呢 他不需要 不需要其他人的肯定啊 所以他也就不会觉得委屈啊 他不需要外来的战 他也不会因为外在的诽谤 而动心呢 他只会管好自己的因果 他时刻都会思维 你对我好 那我也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呢 我仍然还是对你好 因为 因为呢 你对我的好语话 那是你的因果啊 我对你的好语话 那是我的因果 管好我自己就好 所以呢 不单单是外显的这些现象界的因果 更重要的是心灵中的心灵因果啊 第三是要能够断我见 我们要能够以包容的心态来和人相处 冷静地 听其他人的意见 不要老是执着于我见 我见很重的人 从来听不见人家意见的人呢 是心里不成熟的人 维持学上说 人的心里成熟有三个时期 第一个是任性气 完全地以自我为中心 很自私自利 只会顾及自己的想 感受和需要 不顾人家 然后呢 就会很失败呀 家庭关系 同事关系 各方面都难以相处 第二种东西是率性气 率性之味道 为道之味教 心态很稳健 能够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 能够做好自己 要做点哪一件事情 承担自己的责任 但是还会有烦恼啊 所以要能够白痴感受 更进一步 就是要进入到 渐性气 明星渐性 渐性成佛 好像曾国藩所讲的 这个世界四种人 最上等的人是 本事很大 没有脾气 中等的人呢 是有本事 也有脾气 然后再次一等呢 是没有什么本事 也没有什么脾气 最糟糕是 一年本事呢 没有脾气很大的人 任性气的人 所以呢 我们要能够断我见 我们要能够从 提高自己的修养 开始呢 学佛 然后第四种是断我慢 我慢高三不流伐水 我慢呢 就接近于专制啊 我慢呢 就是很狂妄的人 不容许其他人 对他提出意见来 所以呢 他自己也就会 散死掉 进步的机会 即使出心 平等性 无功用痕 我痕吹 如来献起他受用 实地菩萨所备机 这个祭送呢 他是讲第七时 依无漏种子转 没落时为无漏的平等性质 包括了三个主题 也就是自立 转一和果德 自立呢 就是 即使出心平等性 即使呢 就是欢喜地了 出地了 我们的第七 没落时呢 无始以来 都是妄子 我法 一直到出地的 入心 的时候呢 分别的我执 法执 断了 第六一时呢 转为夏品妙观察制 那么像印第呢 第七时 也同时呢 转为平等性质 这个时候 他不但是不执着于第八时的建分 为我 反而呢 能够变光一切法 平等性 没落时在修行位置中有三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呢 是人我见相应位 也称为僧我见相应位 就是指在一切有漏心时啊 一切的凡夫 二圣的有学 七弟 以前的菩萨 都是在这个人我见 相应位置中 都是呢 有漏心 第二个位置呢 是法我见相应位 是指 法空自果不限前世 那么第一种呢 是有烦恼 也有染物 第二种呢 是 没有烦恼 恶心 但是呢 还是有染物 第三位置呢 是平等性 自相应位 就是见到位 修到位以上了 能够呢 成就平等性 自相应位 来自于正德佛果时 都名为平等性 自相应位 然后第二个内容是 转移 无功用恒 无功用恒 我恒吹 这句话呢 是讲 中品 乃至于上品 平等性质的修行方法 出地 来自于七弟的菩萨呢 他仍然是 属于 有功用性 行者 由第六 意识 转为 下品的 妙观察字 这种妙观察字的推动力之下呢 继续去修 我空 法空 二空光 然后呢 入光的时候 无漏智慧能够现前 使俱生我直 受到压制 暂时 辅助 俱生我直 但是出光以后呢 无漏智慧不能相续 我直 又生起来 所以这个俱生我直 它是很顽强的 然后 到第八地的时候呢 中品妙观察字 因为第六 一时他已经成就了 中品妙观察字了呀 所以呢 他能够绵密的观察 能够任运的呢 起光形 所以 无漏地 生空光字 能够横食 无间断现行 我空光字啊 能够一直呢 起现行 一直现行 那么这个俱生我直呢 他就没有机会呀 所以呢 永福不起 所以呢 这种叫做 无功用痕 我痕吹 因为他已经是能够 任运的起光形了 所以叫做 无功用痕 而这个无功用痕呢 事实上是指借助 第六时所转的中品妙观察字的力量 来呢 使俱生我直 永福不起 所以呢 能够将第七时转为中品的平等性质 然后成就中品平等性质以后呢 仍然还是需要妙观察之力 绵密观察 再来 浮灭 巨生法子 进而断锁之障 一直到究竟位 才能够转为上品的平等性质 这个是无功用痕 我痕吹 所以啊 我们学习这个第七时 我们知道这个是让我们生死轮回的根 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就知道呢 超出轮回的阅历 锐利的武器呢 就是摧毁我直 我直是生死轮回之根 我直 错误的执着 是我们呢 以为这个假我 这个小我呢 就是我 然后执着于少分的四大 为之身相 执着于六层原影 为之心相 迷失了近虚空 变法界的 法生我 法生真我 所以我们要摧毁我们的我直 怎么摧毁呢 最基本的下手的方法就是从检查和反省自己的光念开始 保持平等性 消除光念的对立 我们说意识只占了百分之一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潜意识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光念了 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呢 都会要选择或者要挑剔很多的东西 比方说吃的食物 穿的衣服 还有呢 用地 用品 我们总会要去选各种牌子 有很多的挑剔 但是 我们有没有挑剔过 有没有选择过 我们脑袋里面的 光念呢 我们总会选择外在的 我的朋友啊 或者我要报考的学校啊 但是呢 我们从来不挑剔自己脑袋里面的光念啊 我们脑袋里面的光念 他说什么 我们就相信什么 有谁曾经想过 自己的这些光念可能会伤害我们呢 有谁曾经想过自己的这些老海里面的光念 只是我贪我吃我贱我慢的投影呢 我们的这些光念 他其实是 我质的一种表现呢 他是远离事实真相的偏见呢 但是呢 因为我们没有去检查过啊 没有去检查过我们脑袋里面的光念的真伪啊 好坏啊 所以呢 他能够欺骗我们 使我们一直信以为真 使我们对自己的光念呢 生性不已 然后呢 让他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表面我们认为我们很有自由 但是其实我们的心灵一点都不自由 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光念啊 好像牛呢 那个鼻子啊 给缰绳穿住了一样 同样的呢 我们也被我们的我质啊 牵制住了 昨天呢 我们这个画家呢 我们那个持足法师 画了一幅画啊 你看看他那个画就知道了 你看这幅画你会能看到你的我质 然后知道他对你有什么障碍 看了这幅画了吗 我刚刚昨天他就听不懂啊 我们今天有一些简单的方法 让大家容易明白 画里是什么 画里是什么 你要知道吗 这个上面就提 就就能够很明显 把我们我质的问题挑剔出来 把我们的我质呈现出来呀 你看这是个人头 对不对 这人头里面呢 他有很多的什么 很多的观念 我们老海里面有很多的观念 什么观念 你看 这个是聪明 这个是能干 这个是勇敢 这是谦虚 然后呢 这个是听话 这个是懂事 这个是温柔 还有这个是什么出人头地 我们从小的老海里面 灌输了很多的观念 这些观念从哪里来呀 小时候从父母而来 父母亲老师跟我们说 你长大了 你要聪明 你要能干 然后我就接受了 是的 我有这种观念 我要能干 我要聪明 然后呢 有些父母说 你要勇敢 你要独立 你要有志气 你要能够出人头地 然后我也接受了 我老海里面就充满了这些观念了 还有呢 就是学校的教育 老师也跟我们说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讲很多的这些观念 全部呢 就填到我们老海里面去了 我们在老海 我们这个大脑就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充满了负担的大脑啊 老大呀 但是你要知道我 这个世界 世所的世间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 你有聪明的一面 你就会有 愚笨的一面呢 你有能干的一面呢 你就会有笨拙的一面呢 那么你有优秀的一面呢 你就会有丑陋的一面呢 你有勇敢的一面呢 你一定会有落弱的一面呢 不管外表看起来是多么完美 多么能力强的人 他一定有他的不足之处 那么另一面的那些特质 我们不够聪明 我们不够能干 我们很弱弱 我们很软弱 那些都是父母不认同的啊 学校里面老师不认同的啊 社会上其他人不认同的啊 但是他是我们实际存在的啊 那怎么办 压抑啊 我们一直呢 否定他 然后一直把他压到那个潜意识里面去了 你要知道吗 这些被你压到潜意识里面去的 这些观念呢 他照样是有能量的啊 那些能量 他在你那个潜意识里面呢 他会一直呢 蠢蠢欲动啊 就会让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不由自主 莫名其妙的呢 难过 悲伤 让我们莫名其妙的呢 烦躁 不安 来自于呢 无故寻仇密恨 有时 世傻如狂 这个原因都是什么 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否定 那些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 然后把它压下去 你没有平等性啊 因为你我执啊 因为你有分别啊 无非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和第七识的 我只在做怪而已啊 所以呢 你这样子一直把它压到那个潜意识里面去的时候呢 他这种能量呢 他不会因为我们不承认他 他就会消失啊 他并不会消失啊 这些被我们否定被压抑被抗拒的特质呢 就是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阴影 我们心理上的阴影啊 这些阴影呢 还有我们从小到大 不被父母和老师所认同的各种情绪 都是没有释放出来的能量啊 都储存在我们的细胞记忆里面呢 都存在那个痛苦之身里面呢 他们会经常的不时的 时不时呢 他就会浮到我们意识层面来 造成我们的困扰 所以呢 我们会无缘无故的不安和浮躁 我们会莫名其妙的忧伤 我们会突如其来的暴露 还有呢 比方说我们老海里面呢 总是会不由自主的浮现出来的 一个指责自己的紧箍咒 你老海里面有没有念过这个紧箍咒啊 不是你想的 他自己浮出来的呀 什么紧箍咒呢 就是啊 我不够好 我不如别人 我不够优秀 我很笨 种种种种 不由自主呢 他就会浮现出来哦 这个紧箍咒就是因为你一直压抑 然后他 这种能量他要释放出来呀 他要冒出头来呀 但是呢 我们并不想面对自己的心呢 这些浮现出这些负面的状态以后呢 我们就用种种的方法来转移注意力 来逃避面对我们的心 有些人他会把时间排得满满的 拼命的工作 有些人他会沉迷于看电视 上网 有些人他会去开派对 派对 狂慌 大吃大喝 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呢 不肯面对自己的心就是了 所以 我们看到这张图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第一个启示是 光焰一转 万法皆转 我们要能够随时随地来向内去光照 问题发生的时候不要在外面找原因 要从内在的光焰里面去看 向内光照 检查自己的光焰 我们外在老是要选择很多的吃穿住用 为什么我们不会检查我们的光焰呢 应该要检查呀 我们外在经常会去锻炼身体 但是我们什么时候锻炼个我们的心呢 更加需要锻炼啊 所以呢 如果你学通了八十规矩送 你就会明白一个真理 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造成我们心理上心灵上的痛苦 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造成我们心灵上的痛苦 这种痛苦是你制造的 这种痛苦是来自于你对事情的解释 来自于你的光焰不够好 我们继续看这个图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你看 这个是A A是什么 A是事情事件 这个B呢 B是想法观焰 这个C呢 就是结果 这个ABC你知道吗 取决定因素的是什么 是这个B啊 观念结果啊 同一件事情 这个A啊 同一个A 同一件事情 观念不同呢 结果就不同 有多少种观念 就有多少种结果 所以不是事情有问题 不是事情有问题 是你的观念有问题 任何事情都没问题 问题在于你的观念 问题在于你说 哦 这个事情如果成不了 我活不了了 哎 我很难受了 但是是这样子的吗 不会了 你的观念问题了 打个比方啊 我们说个简单的 打个比方 一个儿媳妇呢 去看完家婆 这个经常要的了 一进门呢 发现家婆这个脸色不太好 然后怎么样 这个儿媳妇的光焰不同呢 结果就会不同 如果儿媳妇想着 哎呀 家婆肯定讨厌我 肯定对我有意见 结果会是什么 结果是她自己很难过 如果这个儿媳妇的光焰是 可能我家婆现在身心情不好吧 这个是一种什么 中立的观念呢 是看她的 看对方的心情不好啊 所以呢 她就会用中立的态度呢 去注意自己和家婆的这种互动 沟通 第三种观念呢 如果这个儿媳妇觉得 哎呀 可能是我家婆身体不舒服吧 哎 她就会同情她 她就会很心疼的呢 去 体贴 关怀 关心自己的家婆 对她格外好一些 你看这个结果是不是不同呢 所以说事实是不变点 事实是她家婆这个 脸色不太好啊 但是呢 因为有三种观念 所以就会有三种结果啊 不同的观念造成不同的结果啊 当然呢 也就影响到婆媳关系了 为什么这个媳妇老是说婆婆不好 婆婆老是抱怨 儿媳不孝顺呢 都是观念问题啊 所以呢 其实一切的痛苦不来 不是来自于外在的事情 而是来自于我们的观念 事情永远是中立的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 因为有不同的观念呢 所以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啊 这是第一个启示哦 第二个启示呢 就是告诉我们 要能够转我爱之为他爱之 不要指责 不要抱怨 有些人经常会抱怨 和指责别人 比方说啊 经常会听到的啦 有些妻子呢 他会抱怨 我的丈夫啊 很自我忠心 很大男子主义 很自私 从来没有真正的关心过我 然后觉得很委屈 然后呢 就导致夫妻吵架了 乃至于离婚了 其实这还是没落实的 我只在作怪呀 怎么解决呢 解决之道呢 是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呢 要能够观察当下 我们的身心状态 要能够觉知哦 觉知我们身心的感受哦 当我们产生这个念头啊 我的丈夫呢 很自我忠心 从来没有真正的关心过我 产生这样子的观念的时候呢 看到自己的丈夫 心里面就会不舒服 然后呢 身体上就会有紧张 心灵上就会有压力 但是 你没有这种观念的时候 心里面会很平静啊 身体会很舒服啊 所以呢 要能够转变观念啊 那么转变的方法是什么呢 转变方法很简单 你只要把那个肯定句 改为一个否定句就好了 前面我们啊 你把那个话改为的否定句 你来你来念念听听看啊 你来思考一下看 我的丈夫不是很自我忠心 他不是没有从 他不是呢 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我 然后你想一想 也是事实哦 差不多哦 他没有可能从来没有关心过我嘛 所以说呢 他不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关心过我 这样子想呢 就能够减轻这种执着啊 认真地想一想 这句话也是同样的真实啊 然后第三步 再进一步 把那个丈夫呢 就改为自己 就是说 我很自我忠心 我从来没有真心 真正的关心过我的丈夫 然后你想一想 这个话也对呀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对自己亲人的关心的方式啊 都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的 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 对方呢 可能也是对自己有同样的抱怨 因为他不理解 他不知道你的那种方式啊 所以呢 学佛应该从最基本的周围开始啊 转变外转变自己的心 然后让一切都变得和谐 从这里开始啊 要从平等心开始啊 要从转我爱之为他爱之开始啊 所以呢 你能够真正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 心就能够平静啊 就不会指责或者抱怨其他人呢 那么呢 一切问题都化解了 所以要发菩提心 就按照 朗日唐巴尊者在修心巴送上 李教会呢 来行词 我与一切有群众 四肢游甚如一宝 愿我盲笔究竟力 恒常心怀真爱情 谁处与谁为伴死 四己角株重卑恋 从心深处私立他 恒常遵他为最上 一举一动光自信 正当烦恼出蒙生 危害自于他人时 愿即呵斥 令消除 所以呢 愿我们的佛弟子啊 都能够转我爱之为他爱之 不要唱高调啊 不要天天说广度众生啊 自己都没有度好 自己的还是我之那么重 先从 从来不抱怨 不指责人家开始 脱而广之啦 有一些子女呢 他会老是抱怨自己的父母啊 对自己不够关心 来自于呢 有些弟子也会抱怨师父 有些弟子说 哎呀 师父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 我们的解脱 从来没有单独给我知道 过我要怎么修行 甚至于我打电话 他也不愿意听 很不耐烦 那么现在师父就告诉你 一个摧毁轮回的秘密武器 就是从摧毁我之开始 这个真是真正修行啊 不从此地下功夫 你的心永远都是反复心呢 第三个启示呢 就是要抓住负面情绪后面的小偷 在每一个负面情绪后面呢 都有一个支持他的光念和思想 因为情绪呢 是意识被我们的光念刺激之后呢 所产生的身心反应 哎呀 我们很悲痛啊 我们痛哭流涕啊 我们泪水连连啊 这种情绪怎么来的 因为你那种意识啊 被自己的呢 光念刺激以后呢 所产生的身心反应 你觉得不如意 哎 这个对我 对这个我职啊 有了一个撼动 比方说 我在工作单位上呢 我工作很用功 成绩也很优秀 很出色 但是呢 领导不满意 诸多的挑剔 有些同事呢 又会在旁边呢 冷言冷语 等着随时等着看我的笑话 哎呀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公平 很生气 很伤心 我觉得自己心力交瘁啊 怎么办呢 解决之道 照样是要从修心开始啊 第一个是 要分析一下 为什么我会生起这些负面的情绪呢 因为我觉得不公平啊 因为我觉得在单位上不被肯定啊 但是我们再深入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需要外在的肯定呢 因为我职啊 使我们不知道 我职啊 使我们不知道从内在的心灵去汲取力量 所以呢 要依靠外在的认同和肯定 我们才会暂时心安 所以可见呢 负面情绪背后的小偷呢 就是我爱子 入菩萨痕 不放一瓶上 祭天菩萨 开示我们说 生死牢狱足 地狱 筷子手 若皆助我心 安乐何能有 乃自无畏能 轻蔑此祸敌 竟无此一生 不应舍今尽 就是说啊 我职呢 是让我们生起负面情绪 倒走我们的功德法财的小偷啊 我职是把我们牵引到六道轮回的老狱的狱主啊 是把我们推入地狱的筷子手啊 所以呢 要断我职 要断我职啊 若接住我心 安乐何能有啊 这些我职在我心里面 我哪里会有安乐呢 我爱子 我啊 我贪我吃 我贱我慢 住在我心里面 我怎么会有安乐呢 这是第一个方法呀 第二个解决之道呢 就是要想一想 我很生气 我很伤心 但是对问题的解决有帮助吗 无补于事啊 照样 问题依然存在啊 第三个是我们要想一想 单位的领导对我不满意挑剔我 还有同事呢 就等着看我的笑话 诽谤我 但是 那个是我的事 还是人家的事啊 是人家的事 那么是人家的事的话 我有资格去干涉吗 没有啦 所以呢 只要管好我的因果 不要管人家的因果 不单单要管好自己的现象因果 还要管好呢 心灵因果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怎么样子呢 摧毁轮回之根 断我之 如来献起他受用 实地菩萨所备及 这个是讲平等性质的妙用啊 菩萨正得平等性质以后呢 了解自他不二 为大悲心所驱使 而不助生死 不助涅槃 度化众生 而至于成佛以后呢 都能够随顺所因度化的众生的根基 四线各种不同的身相和国土 为实地菩萨众现大神通 演说妙法 要注意的是 这里面所说的实地菩萨所备及 他不是说第实地菩萨 不是说他受用 不是说他受用报生 只能够教化实地菩萨 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是说实地菩萨 他能够教化 不是 那个他受用报生 能够教化 从出地到死地的菩萨 他受用 如来献起他受用 佛陀呢献起他受用报生 佛陀三生呢 我们知道了 三生四字五眼六通 三生是法生 报生和化生 法生又分为 自信亲近法生和离构妙极法生 报生又分为自受用报生 和他受用报生 他受用报生呢 只有登地上的菩萨才能见到啊 自受用报生呢 是佛陀自己的这种智慧呀 这种呢 受用身呢 是佛陀的呢 自证 境界呀 所以说呢 连十地菩萨呢 都不能见 所以如来献起他受用 是 如来呢 为了使出地到死地的菩萨呢 都能够受用法乐 所以呢 献起他受用报生来 十地菩萨所被击呀 出地到死地菩萨呢 是被教化的 适合根基的 众生呢 九法界众生 都是众生 那么 化身呢 又有 印生化身 和水泪化身 来自于记忆化身 等等了 种种的说法 总而言之呢 法身 是 从本性上说 那么 那个 报生呢 是从智慧上说 化身呢 是从 利益众生 这个功德寄居上说 所以 六祖大师说 清净法身 辱之信也 圆满报身 辱之字也 千百亿化身 辱之行也 那么 为什么 十柱十横十回相 这些地前菩萨 还不能够见到这个 他受用报身呢 因为他们没有正的真如啊 仍然还有我现在 所以呢 所以呢 是如来 变化身 化身 所教化的 对象 他受用报身 为初地到十地的菩萨 说法 为初地的菩萨呢 所显的佛 是做百莲花 为佛 做的佛 为第二地的菩萨 所显的佛呢 是以千莲花 为佛 做的佛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 第八十 第八十啊 是八个十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十 它是前七十的根本 是宇宙万法的本源 第八十呢 它摄持万法的种子啊 在因能变的时候呢 种子升起第八十 然后呢 第八十的剑萨呢 是实体啊 能认识的功能 它所认识的对象就是相分 而第八十所缘的相分呢 就是根深 气质 种子 根深就是我们这个友情的肉身 第八十 阿拉耶死 他如果不 不持这个肉身呢 这个人才是彻底的死掉了 去后来先做主纹呢 他摄持这个根深 为相分 看 第八十呢 摄持为字体 气贱呢 就是有情众生生外的物质世界 第八十呢 领纳以为境界 领以为境呢 种子就是能升起万法的功能 是指一种能量啊 第八十呢 会辞令不思 由第八十的种子 其现行生起万法 这时候这时呢 就有了宇宙人生 这个四句 领呢 包含了四个内容 也就是第八十的性别 相应心所 界地定位 以及他的理正 性别来说 性为无负 第八十 阿赖耶诗呢 他的性质是无负 无忌 那么没有染污的啊 负就是染污啊 没有染污的无忌 相应的新锁呢 就是五变形新锁 处 坐意 受 想 思 然后呢 那个 受呢 三受之中呢 他也只有舍受 与第八十相应 而苦受 乐受呢 都与第八十不相应 为什么 因为苦受 乐受呢 他是容易转变的呀 而舍受呢 是性不变迁 相续不断的呀 所以呢 才会与第八十相应 而且第八十的活动呢 他是一类相续的 形象威信 非常的难以了知 而苦受乐受呢 他形象粗显 所以呢 不相应 第三类就是戒地 戒地随他业力生 这个他 就是指第六 意识 第八十 随第六意识 所造的呢 影业 影业的力量 我们说 尹马也能造业力迁呢 第六意识呢 他所造的影业呢 他会让我们 牵引到我们 伸到哪一道去 第八十呢 他是随第六意识 所造的影业的力量 的支配 在三界九地里面呢 生生死死 投出投没 相续不断 所以呢 就有了 有情的生死流转 第四 就是理证 证明阿赖耶识的存在 二胜不了 因弥直 由此能信 论主证 因为第八十的形象呢 他是相似相续的 很微细难知 就是身闻 独绝胜者 都不能够明了 所以呢 他们也会生起 弥直来呀 弥直有两种 一种是真意直 比方说 直无为有 凡夫众生呢 他直 执着欲呢 有实我 实法 但是其实呢 这个是没有的 直无为有啊 第二种是 捡 捡 直 就是直有为无 比方说 第八十的 新王法 新所法 是 旷有 非无的 但是二圣人 声闻独绝呢 他们不明了 就申请谜子来 博无 第八十 日文没有 第八十 所以呢 无浊菩萨 世青菩萨 酷法菩萨 这些大圣的论主呢 都 引经据点 与二圣来辩论 来证明 维斯蒂 真理 以破除他们的谜子 我们看 成为师论 看 色大圣论 上面呢 都有这个辩析 成立 第七十 的理由 成立 第八十 还有耶十 的理由 都有很详细的 结束 玄大法 是为什么会 技术里面 会有这一句呢 二圣故了 因迷之 由此能心 论主正呢 因为选战法师 在印度的时候啊 他就亲自 写过一篇著作 就是呢 来辩析 这个问题的 选战法师呢 他在印度的时候 造了三 三部著作 第一部是 会中论 他在跟随 戒弦论师 学习的时候呢 当时另外 有一位呢 是 叫做 狮子官 这狮子官 论师呢 他支持的是 中观见 而且他认为呢 这个 为死见 不了意 不究竟 他要破 所以在那个 那浪头事里面 就讲 中论 中观四百论 等等 然后呢 来广阔 为实 那么选战法师呢 就做了一个 会中论 来 融会 两种的观点 如果从修行的角度 来说的话呢 事实上 都只是次第的 安排而已了 所以呢 这个是第一部著作 第二部著作呢 就是自恶见论 照的原由是当时 有一位 小圣 正量 优地论师 叫做般若居多 他写了一部 破大圣论 有七百个诵 然后呢 东印度啊 乌陀国 就是乌藏纳国啊 的那些小圣的佛教徒呢 就将这个 破大圣论呢 就呈现给中印度 摩基陀国的国王 戒日王 戒日王呢 看了以后呢 就马上呢 就请戒弦论师啊 选派高僧去辩论 那么戒弦论师 就选中了四个人 就是 玄奘法师 海惠 智光 和狮子光 但是另外三名 印度的法师呢 他们不敢去 因为那个 波尔居多啊 他是南印度的 那个国王的国师啊 而且呢 很有威望 那么呢 他们那三名不敢去 玄奘法师呢 他就说 啊 张 虽 学浅自危 当之 必了 愿诸德 不凡忧 就说 玄奘呢 虽然是 学识 很浅薄 智力 很微小 但是呢 我愿意去承担 让你们呢 不要担心 若其有负 自是 知那国生 无关此事 如果万一 我辩认失败了呢 我是一个外国的 我是大唐 知那国来的僧人 对于拉兰陀寺 对印度僧人的僧欲 没有影响 无关此事 所以呢 他就造了一个 自恶见论 一千六百送